各位好 我是杨永明 我们这一节来集中在 中美关系 中美科技战 以及美国的经济 三个重点 我们看到布林肯跟王毅 在慕尼黑安全会议进行会谈 他们谈了一个小时又40分钟 不少的时间 王毅对外公开的说 你不要试图的 以去风险之名搞去中国话 也就是说 名义上你说的你去风险 不脱钩 但实际上你在搞去中国话 你就会犯下历史的错误 他认为中国大陆是坚定的做 动荡世界中的稳定力量 推动中美关系沿着相互尊重 继续扩大开放外资的方向前进 布林肯 美国方面还发了一个新闻稿 布林肯定说 持续与中方接触 有助于稳定中美关系 强调两国有竞争 也有合作 至于在中美的科技战 你看到就是在晶片上面 大陆这边现在正悄悄的 对外国的晶片技术的依赖 逐渐的减少 然后越来像是华为 在内的这些中国企业 在培养本国的供应链跟供应商 这里都很清楚了 对不对 这边在慕尼黑安全会议的时候 反而使大家注意到 虽然不是在慕尼黑 但是比较欧洲的城市的5G网速 有一个城市是最后一名 居然是英国伦敦 在整个欧洲的网速 10个主要城市当中 是最后一名 英国 英国因为它禁止华为 在就是基础的设施上面 参与到网路的建设 其他国家其实还对 只是进在核心的层面 因为它进的 就是整个也替换的不好 所以整个网路品质表现不好 另外中国这个新三样 电动车 过去比亚迪 其实对美国市场比较犹豫 现在大幅的在墨西哥 寻找设厂的地点 当然你在墨西哥设厂 你的目标就是希望 能够出口到美国 很清楚 也就是利用美国的有岸外包 以及墨西哥 它的这些能力来制造 就是比亚迪的电动车 进入到美国 这还是一个未来 大家一定都是 往电动车发展 对不对 更多的基础设施 电桩的设立之后 还是美国会是一个大的市场 美债的问题跟美国的经济 很有趣味是 美国的两大海外债主 中国大陆跟日本 在2023年底 已经连续的增持美国的债券 所以其实是在增加购买当中 但是美国的前财政部经济学家 叫做索贝尔 他就说 美元主导的地位 其实最大的威胁是 美国经济自己本身 我觉得是蛮有道理 你看他怎么讲 美国第一个 美国政治分化 国会功能失调 各个派系的政客针对 遏制不断扩大的预算赤字 不感兴趣 这几乎是不敢想象 最后会导致美元主导地位 的这样子的崩溃 会是美国经济真正最大的威胁 大师 其实王毅跟布林肯的见面 他不是专程的 这种见面 上一次见面是在泰国 那个是专程两个人见面 谈了两天 这次是在慕尼黑 泰国是跟苏利文 苏利文 对 跟美国的高层 这一次这个是两个 主要去参加慕尼黑安全会议 在旁边场边做的一场会谈 当然就是说 它还是有实质的意义 因为谈了一个多钟头 我想双方就还把自己的 各自的观测重点交换意见 另外也就是说 追踪一下双方的进度 我想中国大陆其实最关切的 还是美国对台湾问题的立场 所以这个布林肯还是讲 美国不支持台湾独立 我想现在就整个国际局势来看 美中关系事实上 并不是美国现在最头痛的问题 也不是他真正能够 全力能够来怎么样 来推动的一个关系 不管是往坏的地方推 还是往好的地方推 美国现在深陷两场战争 那么这两场战争 俄务战争最近发展 对美国很不利 这个尾巴战争 对美国发展也非常不利 所以这两场战争事实上 让美国陷入了这个 也等于说有点焦头烂额境地 跟中国大陆的话 美国可以再出手 或者把这个关系往下拉 或者把这个关系制造更多问题的 这样的客观条件是不太存在的 所以我觉得中国大陆 现在对美国跟美国 只要美国做一件事就是 把这个赖清德 这个台独的倾向 跟台独可能推动台独政策的 这个可能性把它消灭掉 那就已经符合 我觉得中国大陆跟美国 维持关系的一个 最主要的一个目的了 那看起来的话 赖清德这阵子是相当相当的 这个怎么讲呢 低调 尤其在两岸关系 没有做任何的发言 那接下来就是 这个美国的众议院的 这个所谓中国调查委员会的 盖拉格 那再过几天要来 那这个事实上是一个 是一个所谓的一个 我认为是一个探视点 那就要看赖清德要讲什么话 那如果说他的话 事实上如果说在台独的立场上 那么他的说话有一点点 会造成两岸之间的这些动荡的话 我想中国大陆会有很多反应 如果没有的话 对中国大陆来讲只要美国出手 那个赖清德从一个 物责台独工作者 变成中华民国的拥护者 那么换这张招牌 他继续做他的这个 继续做他的官的话 那应该就是说大局 不会有太大的问题 对中国大陆来讲 正好在这一场美国 另外两场战争消耗的中间 中国大陆 那么腾出手来 处理他的经济问题 还有就是说他的产业转型问题 还有让中国大陆的整个的 这个经济的挑战 能够软着陆 所以这是中国大陆目前的这个 所以我觉得关键点 我们台湾是不是要把火 往自己身上烧 这个是很重要一点 那就是说如果要往火 往自己烧的话 赖清德的一两句话 或者说一两个动作 就会造成台湾很大的问题 所以我们真的是呼吁 不管是台湾的任何政治人物 要以台湾的稳定和平安全 做最高考量 择截至自己的言行 是 不过拜登最大的战争 应该还自在他的国内 也就是他的选战 跟川普之间 来 建政 刚刚提到 也就是 中国大陆现在正在 减少对于外国 外国晶片的技术依赖 而且不断的培养所谓的本地供应商 这个问题就跟我去年的时候 曾经拿出非常多的论文 来讨论哈尔滨工业大学 它在这一个有关于 如何制造光科技 如何提高良率的这个部分 已经开始相吻合 另外我们要看一些 细微末节的部分 这个我手上的这张图 事实上是今年 央视春晚的 它的一个画面截图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实际上 是所谓的辽宁省阳分场 也就是它的央视 有非常多的一个 春晚有非常多的地区 我们看到了没 这一个一个 全部都是晶片的意象 它为何要如此 我们再看一看最下面 它所提供的文字上 到底在讲什么 它讲叫做 永丹科技自立自强的 时代使命 为什么这个在辽宁省阳的分场 会有这样的动作 我们未来来看一看 哈尔滨工业大学 以及在东北东山省的这一些 相关的科技厂会做出什么样的贡献 另外我们之前一直都看 晶片战争那本书 讲到小院高墙 讲到晶片的如何的管制中国大陆 但是现在我们当我们第一次 看到华为的MAT-60 Pro的时候 我们就已经得知这个 这一个管制事实上已经破局了 不但破局 事实上现在大陆的发展 更朝向所谓的chiplet 也就是小晶片的发展 小晶片事实上它可以打破 所谓的摩尔定律 你现在已经到了两维米 你还能做更小吗 它其实是一种叠加的 把晶片叠加的状态 这个状态现在中国大陆的研究是领先的 为什么它要这样叠加 是把人家原来将什么处理器 记忆体 射频元件以及电源管理 全部做在一个晶片里 没有 它现在分开做一个一个小晶片 然后全部叠在一起 事实上它也可以达到 所谓的5奈米的程度 我们看看这是前年12月的新闻 Sony跟NEC的主管早就说 这样的管制 中国大陆是没用的 我们现在就看到结果 舰长也蛮厉害的 可以从春晚 然后连接到中美的科技站 那也事实上是如此 看得出来资翁坚的微妙 韩斌 我觉得拜登现在大概满脑袋想的就是 他到底怎么样能够继续连任下去 这是他最大的问题 可是问题是 他不管是国内的经济表现 或是一些政治上的争夺 还有在国际的局势 看起来对他都非常不乐观 而且我觉得更重要的就是 他自己本身的健康都有问题 他的健康都一定会被对手质疑 而且更糟的是他的副手贺琴 已经告诉大家他准备好 我准备好了 对 我准备接棒了 连你的副手都会直接做出 这样的说法来 拜登会不会选到最后 我看现在恐怕都成了问题 现在有在质疑 对 很多人在质疑 就是说到最后会不会真的 拜登就直接宣布他终止竞选 换别人 民主党换人 听说民主党内部正在筹备 试试看找寻其他合适的人选 可是我觉得 换贺锦丽 我觉得换贺锦丽恐怕更糟 但是问题就在于说 民主党内现在最强的人 真的还是拜登 如果你把拜登换掉 还真的找不出另外一个能够打的 所以更糟 所以民主党看起来是很可能要失去政权 如果川普重新再回来的话 整个世界局势恐怕都会 出现非常严重的变化 你看普丁最近还在帮川普选举 不许讲说他希望拜登留下来 现在美国现在媒体的氛围是什么 是只要普丁说的话都是错的 普丁喜欢的人都是他们讨厌的 那是代表 他们现在跟着去讨厌拜登吗 所以我真的觉得 拜登现在面临的这些问题 他看起来是已经无力解决